跟新事業有關的 歷史建築的合宿保存專家學者演唱會議 有邀集委員提供保存的方向於開發 打過的作產 相關的會議就是 請委員翔山復健十一 本局是於97年3月17日召開 本市歷史建築原代務裝飲場 及代務務農市場中 建築歷史調查研究 競賽六計畫的審查會議 實施者提出的設計是 檢舉入口三牆的一項 作為新建築地面的委會原則 本次的會議結論 本案歷史建築戰略用計畫方向原則 是通過請實施者區議委員 與相關的單位意見修正後 再提送本市的委屍審查 相關的歷史建築計畫 請委員翔山復健十三 那本市的簡報的歷史建築戰略 計畫可以請看一下那個示意圖 就是以入口三牆的方式 然後會融入在新建築的委會 那這次這次本市會議是通過的 那實施者去於97年5月1號 提送第16次的文資審議會 然後審議決議是設計單位 對於新建築與古蹟 歷史建築間的 歷史繁茅寫繳性部族 以及異銷空間的設計阻礙 古蹟與律史之間可即興的問題 設計單位再檢討 並建議後續由 文府都市發展局採取聯席審查 然後以簡化行政程序 協助都市更新推動 那相關的規制錄經文 想像會件十四 那這次文資會第16次辭職者的提案 就是接續那個歷史再用計畫的原則 就是以入口三牆的方式 就是短路新建築的設計 97年11月20 文府都市發展局 就是早開台北市內谷區文的 端小端三帝號的 二次底土地的都市更新案 那都市設計的審議 就按我們的會議是 設計單位的提案 由本案的歷史建築的例面 原本是由原三牆的形式 已經變得為 以古蹟相同之防空設計的例面 那相關的提案的簡報的 施議府可以請委員一下看 那本次的會議決意 一 本案新舊建築之地面 與造型銀協橋設計 然後並強化呈現 息跟歷史建築的影像 那二 本案後續一程序 要提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 使用和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報告 那並同時要提送 台北市文化資產審議會報費 那藉此若文資審議委員會 上有其他意見的話 再提送都市設計審議委員報告 那相關的會議紀錄相關不見實 那後續本案就是 於98年1月14號提送 本次的文資審議 那可以看到它的意面設計 有做了些許的貼頭 那本次的會議決會就是 同意被查 那相關的會議 請想像出這些實力 那這是現況 就是原歷史建築裝藝廠的現況照片圖 那這是歷史建築原物裝藝廠 歷年的位置圖跟現況的位置 那本局後續於108年3月13號 跟109年2月11號 召開本案相關的演唱會議 那會議結論是 因歷史建築原物裝藝廠 已無實體的存在 那建議啟動歷史建築廢紙的程序 那本局稅以秉職權 依文化資產保守法第18條規定 啟動廢紙的程序 那於109年5月14號 邀請薛琳委員 李前郎委員 劉淑英委員 蔡元娘委員 跟民復國委員召開 歷史建築廢紙專案小組的會看 那本案建物的委員 皆初步審查同意廢紙 那專案小組會看意見災要如下 一 已猜除已無主結構 二 經建大了未能表現 歷史建築的某些特定的元素 那原歷史建築的元素皆不存在 缺乏意見之條件 同意廢紙文之身份 此圖是專案小組會看的意見 然後行為也可以詳三復見十八 那有關於文化資產的價值的 評估報告跟其他補充資料 可以請委員小参十九至二十二的復見 一 您請同意廢紙 歷史建築原編古裝飲場 廢紙旅有及其法令依據 一 歷史建築實體已不存在 建造物一 毀水已失去原有空包 不構建滅屍 二 符合歷史建築紀元建築 登入廢紙審查機 主辦法第七條第一 向第二款廢紙基墜 本案提起本審議會審查 並不審查決議一斷後續 以下報告 報告 謝謝 謝謝主導 我先報告剛剛審議案六的結論 空難去修善 你先空難去修善 迴避四人 售其十七人 十七人同意 零零人不同意 達到八十三 終一位置 那接下來就是本案 反正這部專業場 實際上這個我們 如果你們看了 我覺得是很無賴他的廢紙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很明顯是 呈現實說我們 神父 似乎相當一個 很像的體系的客戶 我們同意的照顏 那樣子的設計 結果它蓋出來是另外一個樣子 所以我講 當然剛才有結論 有關於家庭的一些 不過我還是建議 看看四國可不可以立一個 類似歷史建築的 這一個 一個就是 認識一個什麼辦法 就是我們跟都發 或者監管單位要寫一個 到底協調整個一個過程 如果可能的話 有一個類似的辦法 照顧辦法來做 可能會比較方便 或者的話 在105年之前很清楚 純委歷史建築的法律 105年以後的修訂 把法律比較重 新的法律會更重 那我可能 在內對這個承辦單位 要更大的壓力 那其他 老師我們有沒有議員 陸西 陸西 請 那個文化局 還是要說明整個過程 可能跟主席剛剛講的 稍微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整個過程 剛才我跟委員解釋 其實都有經過文資會 跟都市計畫審議文會審議 可是裡面最大的問題 在於文資會的部分 我覺得有浪步 因為當時都市計畫的開發 其實還有蠻多協調的 所以在文資會裡面 其實最後的浪步是 希望把元素保存 可是又說把這樣的一個計畫 送到都市設計審議裡面 換裡面審議 那最後的審議結果是 連元素也不需要 然後又送回文資會 讓文資會同意被查 所以這個整個過程 行委員其實以後也要幫 市府跟文化局 那如果修復再利用計畫 已經通過的原則 就依照修復再利用計畫 不可以 可能一直在調整 謝謝先生 impa 水工 可以 因為 少數 Aer 大安局金華社會住宅新建築事務所擔任本市大安局金華社會住宅新建工程 國安局金華社會住宅新建築事務所擔任本市大安局金華社會住宅新建工程基地位於原台北監獄範圍 前林基霞市令鼓擊 台北監獄鼓擊 因本居103年6月4日公告特徵環保護辦委居次貸決議 原東側西側圍牆 北側圍牆與市民內三角形新潮 以及部分原北側南側圍牆地面露灶入車影圖不存在 而空間文理上的主題選擇開放單位應先進行視覺 確認是否入居次貸圍牆以及命運輸相關程序辦理 後續並透過設計手法進行保持 而申請單位一上開的次貸決議提送視覺計畫 或舉個拖點科技文化有限公司執行 計畫主持人為楊宗平 本局在109年5月1日邀請召金融委員 李強偉委員及王維莊委員 召派本案的視覺調查計畫審查會議 結論請提案單位一委一間修正 並先從修正版計畫去送本審議會審議 提案單位在109年5月16日 提送修正視覺調查計畫 請問我們講一下暗暗視覺調查報告 那可愛新建工程的位置在紅框的一塊地底 目前都已經是空地 那周邊的關係位置的圖 特斯特務區中間有達一個金山公園 特務的南側就是台北監獄 武器台北監獄的南側圍牆 然後還有歷史建築與台北監獄 這是歷史圖資跟目前視覺探勘的位置套別圖 行委員參與1945年跟2013年的套別 詳細的調查計畫請跟大家報告 謝謝 請問你們 請問一下 這個基地所在的環境 主要是因為台北監獄都發展起來的 今天特補性的目的是針對台北監獄 所以在這裏先把台北監獄的發展 大概在台北監獄的發展 台北監獄的發展大概在 負責市的結段 第一個是幾次時代台北監獄的侵建使用 第二階段是防護以後台北監獄的使用 第三是台北監獄撤禁以後的結段 第一階段是台北監獄的華光社區 有時行程然後拆除以後的結段 這個是1858年台幻保圖上面的 台北監獄的位置 這是台北監獄的位置 我們現在要做的位置大概是 紅色空荒的部分 根據這個保圖上面的現象 雖然這個地方是開始為一種 在農田間做一點準備一個動作 要興建什麼 要做一個動作的樣子 但是台北監獄還沒有形成 這是1921年台北市議所顯示的台北監獄的位置 台北監獄在1910年開始興建 1910年開始興建 20年的時候他已經有 所以大概10年就已經完成了 他就是台北成的位置 這是1945年台北監獄的樣子 1945年的時候 日本戰敗 然後中央民國政府 接收台灣在台北開始開台北市 成立台北監獄 然後接收台北監獄 這個就是他當時的台北監獄 民警局已經經過風炸 所依國家人的現象 民國1962年的時候 台北監獄 因為可能是在都市太陽旅遊 以往桃園歸山 台北監獄就開始拆除 台北監獄就開始拆除 然後這個周邊的那個 同時周邊的那個行務官社 周邊位於他們的行務官社 開始轉變為花花社區 到了民國八十年左右 其實是民國七十幾年 開始台北監獄就拆除完畢 那愛國東路一定先撐 然後把台北監獄這個範圍 拆成兩塊 北邊的部分 那個中華電訊 南邊的部分 賣給了中華郵政法 然後台北監獄 剩下北側的那個 南側的圍牆遺跡 南側的圍牆遺跡 南側的防熱部分 南側的圍牆遺跡 這是近代的台北監獄 因為台北監獄的那個 那個拆除 所以形成了那個 花光社區 花光社區在這個時候 慢慢形成了 然後現在在監獄裡面也形成了一個 一個花光社區的建築 那這個部分也真是我們講 我們接下來要發掘的一個 一個重點區域 前面簡單介紹台北監獄的這個 周邊的一個發展的情況 其實我們考古學的目標 就是中級的目標 其實就是要從地底下的現象 重建一個當時現象的一個生命值 但是在這個案子裡面 歷史文献很顯然的 已經把台北監獄的發展史 已經拖得很明顯了 所以考古 那這樣的情況下 考古發掘的目的是什麼 考古發掘的最終目標 我想大概就是要解決 大家心裡邊最後的疑惑 在疑惑 那這些心裡的疑惑 大概就是 在這個基地的議事開會裡邊 委員們大概都已經提到 大概有兩個 一個就是將來的建築 會不會影響到保留在現場的 台北監獄南牆的 試定土地的一個安全 那第二個大概就是 想要了解說 到底台北監獄所在的地底下 還會有什麼東西 我們不知道的 大概就主要是這兩個方向 那為了解決這個目標 我們在這兩個基地 特市客委兩個基地 邊設定了八個視覺坑 那這個視覺坑 有兩個 四個 主要是針對為了解台北監獄的 圍翔的保存狀態而設 那另外的幾個探坑 就是為了解地底下到底還有沒有保存 與其他的一個台北監獄所流流下來的一個現象 我們那個探坑的跟原來的那個台北監獄的 一個關係的靠疊 就是這幾個探坑 只要是針對那個監獄的一個 現在的那個設定組 基本不會想要設定 那幾個探坑就是為了探討 大概當時建築物底下 是不是還保留的基礎 而設定的 那基本上我們在每一個探坑 我們是用2米乘2米的探坑 那原則上是我們探坑深度是2米 原則 主要是設定為2米是因為 第一個是考慮到在台北市 在台北市裡面做探坑 2米是一個應該算一個極限 在人為能力探坑的話 因為超過2米的探坑會重新危險 另外一個考慮就是 當時建築物的基礎應該不會超過2米 所以我們能以設定2米為一個基礎來做發掘 但當然這是一個設定 不會按照將來首發的現場做一些調查 不過這裡邊 我們經過現場的一個所有資料的研看 雖然我們設定為發掘又深度為2米 但是我們發現在這個現場的一個地質竄碳的結果 地質竄碳的報告上面發現說有地標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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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1米的回原坡 那我們認為這個1到5米的回田車應該是一個還值得探討的一個詞位 因為從日據時代到我們現在的一個階段 從建立的建造到那個到後來的那個華光設計的一個形建 其實好像在現場沒有一個可以做5公尺厚度回田的一個現象 所以我們懷疑這5公尺的前途有可能有來的一些我們可以探討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們將來的一個發覺有可能再往下看 看看是不是底下還有一些我們不知道的一個現象在 那我們這個計畫大概就是預定執行7個月 那計畫主持人是併用草古學的梁茂北京理系擔任 還有協同主持人是草古學 併用台大的草古學博士銀式先生擔任 那我是這個計畫的務員的 請各位多多指教 謝謝 好 謝謝 請給大家 請問你這個方法委員 主席各位委員 這個申請書其實我們上次在小組檢查的時候 並沒有看到這個環證的方法 原因是當時提出來的文字資料其實並沒有按照這個考古文字發表 這個是他辦法的計劃和事撰寫 我們這一次來看到了 那整體上來說我想這個疑不大 但是首先就是現在我們看到這個經費來說 算是相對充裕 但是就是要考慮到這個考古巴菲的 護坑的位置能不能買足原始的需求 一個是說是要知道圍牆以及或者是圍牆會擴大提交 第二個就是那個王委員上次也提到就是說 這個附近就特別特色地區有物質時代的宿舍的基礎等等 是不是又考慮到擴大提交 那我想以現在我們看到的經費的狀態 我會建議這個申請單位能夠直接開5米乘5米的蛋殼 都有幾個原因 一個是說你要找的建築遺跡的殘留的部分 你如果是2乘2的話你在現場其難判斷 那第二個則是它有可能淺 一個建築遺跡它可能並不是很深 那你開一個大的5乘5的探方下去的話 其實在工作上並不會造成很大的遇到 那第三個則是說 同樣的剛才報告的提到說 要可能會往下挖深 為了安全孤立 那開一個大坑的時候 大探方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有必要的時候 以階級式的方式往下挖 那這也是顧慮到安全的因素 所以我會建議那個申請方 然後就以一個5乘5的探方的方式去處理 以上 謝謝 主席 各位 大家好 那我想這個案子其實很好 就是對於一個新開發案 然後跟過去基地的連結 我覺得這個可以做為後續相關的 那個工作的一個參考 那我這邊有兩個意見 第一個意見是視覺坑的這個位置 從目前的那個配置看起來 不會放到2013年的這個下面的那部分 就是你的視覺坑所放的那個位置 很顯然以 對不起 不是 剛剛的那個圖面 這個航道2013年的航道 對 可以 就這張 那個這張圖可以看到 在東側的這一個 事實上所標示的這六個點 都是在華昂社區的建築物上面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日本時代的 這一個建築物的基礎 是潛基礎的話 但是因為戰後的這些房子 可能市城樓以上的房子 可能對原有基礎其實都已經破壞了 所以這一個的 這一個的所標示的點 目前都會在戰後的這個點 那所以這幾個點 從我們的判斷來講 應該都已經被破壞了 所以我建議有一個調整的方式 就是那個往前的那個字 你可不可以放到你的那個 心見的那個部分 這張先講 所以你現在標的這個點 可能是很任意的 可能是示意 但是我們今天因為審查案 可能那個Mapping的那個點 就是這六個視覺中的位子 要非常確定 那這個位子可能回到剛剛的 這個是當時候就是我們所要的了點 所以如果是從沒有被破壞的話 可能這個所有的Mapping的點 應該是放在這個 原來沒有被建築物營造的這個位子 所以這六個點 我的建議是 那個可能要重新全部調整一下 那這是第一個 那第一個建議 那第二個建議就是 當然那個監獄圍牆 可能是我們看得到的這個部分 但事實上從監獄建築的角度來看 那個圍牆的南側 就是這個圍牆的南側 事實上從很多的照片來看 其實都有很深的那個水溝 很深的溝局 那所以其實不應該只有局限在 就是我們視覺坑的那個 挖掘的這個目的 不是只有局限在 看得到的這個圍牆的基礎而已 包括南側的這部分 因為我們是在南邊 那我特別提議這一個 就是有點類似護城河的 這一個原來的這個圍構 我建議納入我們視覺的那個目的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早期的這個物理薛菌 在由南而北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經過這個大型的開發的時候 這個菌道其實都被重新調整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從防護的角度來看 那個溝其實也是圍牆 監獄圍牆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設施 那我建議這個部分把它整列進來好 以上兩點一件的建議 好 謝謝同意 同意那個張生政委員的講法 事實上這幾個點 我相信是戰後帶了這個房子的基礎 已經把它破壞了 如果是這樣你倒不是選這些 沒有房子的部分 還可能有些機會 那事實上我們如果看 當時公告這個古蹟指的是圍牆 我們沒有指台北監獄 台北監獄不是古蹟 沒有文化資產生分 所以哪怕你在這六個點挖出東西 有些時候我們也不能把它解釋為 它挖到古蹟 它挖到台北監獄的建築物的基礎 這時候要重新審定 它是不是具有文化資產生分 而不能視為它挖到圍牆 我一直認為圍牆根本就很窄 根本就是不到一公尺 那張老師講的 外面如果有附層物 那可以視為是那個塵跟黃 就有個塵嘛 外面有個水溝 也許可以視為 那至於這六個點 如果真的有出土物 我們也不要大驚小怪 以為它挖到 因為它不是文化資產 這一點應該要讓它有點區隔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第一個標準 對不起 我請客家 我懲罰她 我懲罰妳 內地兒 我懲罰妳 我們可以在家 霍 tattoos 他媽上 這是我 警方發動 所以我懲罰妳 我們要懲罰妳